再来要看到的是 中共持续对台施压 我国海军司令唐华 接受经济学人专访分析指出了 中共正在利用蟒蛇策略 包括增加共军的基建 穿越中线的次数 更在台湾东部常态性巡逻 由此可见 解放军随时准备好 要对台执行封锁 对此国防部长顾立雄强调 我方有因应的方式 总统赖清德也说 台湾会持续增加国防预算 也期盼跟民主伙伴国家 一同升起民主保护载 山陀的台风才刚在台湾上空消散 共机扰台固态复盟 13架次当中有8架逾越 海峡中线 经济学人杂志刊出 我国海军司令唐华的专访报导 分析指出中共正利用蟒蛇战略 缓慢且稳步的对台湾施加压力 包括攻击舰越过中线的次数倍增 常态化巡逻台湾东部 种种行径就如同蟒蛇捕捉猎物一般 逐渐收紧 随时准备好要封锁台湾 利用这个封锁来打击台湾的民进士气 但是这又跟中共的战略相违背 所以它面临两难 也就是战略上要必须出战数决 但是在实际上 如果采取封锁化框的持久 然后又变成国际更容易介入 唐华司令进一步点出 台湾应该自我约束 不要挑衅或升高局势 让中共逮到机会出手 更要加强和国际盟友的合作 台湾不仅有守护民主的决心 也期盼跟民主伙伴国家 共同撑起民主保护散 免于威权扩张的威胁 总统赖兴德接见华府智库 德国马歇尔基金会跨大西洋访团 和学者们共同商讨 区域安全的解放 而军方更要做好阴影 我们对于中国可能采取的任何战术 我们都会有妥事的阴影的方式 中共侵略野心 犹如一条饥饿的蟒蛇紧紧缠绕 台湾得先强化自身实力 同时对外和民主阵线国家携手 才有机会挣脱束缚 记者林先生 萧瑞生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